我问你啊 他给你什么价啊 三毛八 三毛八太低了 不能卖 不卖怎么办呀 这比里边都高三分钱呢 事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要是拉到南方去卖的话 一斤能卖一块多呢 钱是多 那可咱们去不了啊 看人家 都有四个滚的大卡车 咱拿那饼是呀 咱农民呀 换点吃饭钱就踏实了 我看要再晚一会儿啊 就怕连这个价也卖不上了 那我过去了 我 我过去 那子萍他娘把蒜给卖了 什么价啊 三毛八太低了 那咱还卖不卖啊 走 回家 咱真的去南方卖大餐啊 回去先跟娘商量一下再说吧 就驾着咱这个宝贝离子去啊 只有靠他喽 听见没 听见没 咱要去大城市了 咱要去大城市了 嘿 看什么呢 没什么 走吧 那好像是刘玉光家的车 刘玉光肯定坐车上 回家吧 大家都在一个村子里 一头不见抬头见 总不能躲一辈是吧 我没躲啊 那你叫我别出声啊 我是叫你别故意出声 你心里别扭 就去找头说清楚 说出来不就舒服了 大人的事少管 不就那点事吗 谁不知道啊 王警官 这大蒜没卖出去啊 价钱太低了 我没卖 那怎么办呢 我回来跟您商量这事呢 我打算拉到南方卖去 到南方 进屋再说吧 娘 我在南方待了一年 我知道南方的蔬菜价格 比咱这可是高多了 咱们农民辛辛苦苦地 种了一年没挣什么钱 钱都让那些二道贩子 给挣走了 他们把价格压得那么低 不就是欺负咱们农民吗 咱们农民就应该联合起来 他把价格压低了 咱就不卖给他 玉光啊 你说 咱们全村啊 现在都等着用钱 你不让他们卖 他们吃什么呀 再说了 年年呢 都是这样卖的 大家没变 是你变了 所以呀 你呀 可不能要求村民们 你要是有想法呢 你呀 就自己去做 娘 那您的意思就是 同意我拉到南方去卖了 你要不认输 那就去坐呗 娘 我能不能跟哥一起去啊 你 行 正好啊 你们哥俩呀 相互还能有个照样 真的 太好了娘 哥我能跟一块儿去了啊 不过呀 去之前呢 你得到你魁叔那儿去一趟 这个事啊 得让他知道 我就是让你 来管这个离弊训练 哎呦 我的娘呀 天娘大人 与我照顾一样 谢谢魁叔提吧啊 不过现在啊 人家都卖大蒜 没人训练 你说你们这偷小子 卖什么大蒜啊 这不是够添乱吗 把他们训练起来 我照顾真是个人才啊 我试试试试 不是试的试 不行就撤职 你不是对赵白鸣不服吗 怎么一见他就发戳啊 你说行不行 说 我的娘呀 我照顾哪有五行呢 魁叔 您知哪儿我打哪儿 魁叔 李光啊 你们来得正好啊 我正要跟你们说说这个 民迷训练的事 魁叔 魁叔啊 我们准备出去呢 到南方卖大蒜去 卖大蒜 这边 呦 李光 没事了 这刚回来又去啊 魁叔 大蒜 大蒜 在咱这儿卖的也不值钱 我们大蒜 拉到南方去试试看 兴许能卖个好价钱呢 我弟弟跟我一块过去 你们都去啊 行 我给你们写个记号信 你啊 拿什么拉大蒜 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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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把你家那驴当千里马鹰啊 慢慢晕呗 驴光不是我照我说你 大老远的 你赶到那儿 这大蒜成什么样了 来回折腾吗 让我说 在老家这儿原地不动 卖个二道饭子 又省心又踏实 这我可以说 总比你们这帮臭小子们 溜墙根晒太阳 打牌杜小钱钱吧 上头说了 一等二靠三落后 一想二干呢 三成功 人家哥俩成功了 给咱村 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啊 看 资 由我村村民刘玉光 前往贵地卖大蒜 请予以关照 这样 我也帮不上师傲忙啊 村里人你放心 你看这点钱你拿着 别 别 不行 您看这么一说啊 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早上 行回去陪陪你娘去 快点说 不行快走快走 走回去 回去 走 奶奶 落这么多煎饼干嘛呢 你还不知道你爹他们呢 走多少路 待多少天 多落点煎饼啊 你爹他们那就饿不着了 奶奶你不是说过吗 饿死来卖姜的 饿不死来卖蒜的 再说了 爹他们拉了一车的蒜 不会挨饿的 你爹和你说 把垃圾的大蒜都煮着吃了 咱们拿什么换钱呐 咱们拿什么换钱呐 一坤 咱们把平时俺们对你说的话 都跟宝贝驴都说了 小叔 我这教训驴呢 儿子 这些话本来是爹要来教育你的 现在你都记着了 爹就不说了 玉光啊 本来呀 还想给你们哪多带一些 看来呀是来不及了 够了 这儿啊 还有一百块钱 带在身上 备用 不用了娘 这是给您压箱底的 我们打算卖了就有了 咱们留着吧 拿着 备个万一 拿着 把这放好 一鸣啊 听你哥的话啊 小心点 咱家要听奶奶的话 嗯 亲爹一下 嗯 好好好 好 哎呀小月啊 你哥终于找到一条发胎的路啊 我跟你说话呢 你没听见啊 啊 啊 那个啊 呃 刘一光他们要去南方卖大蒜了 俺去送送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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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去卖大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哎呀 你看你给人刘一光哥打成那样 俺去看看怎么了 啊 再说 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 不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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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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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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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好 哎 哎 那怎么了 回去吧 慢点啊 慢点啊 走 玉米啊 少爷喊你什么事啊 那个 半瓶啊 知道咱要去坏地啊 队长给你道个歉 自己干吗不来啊 他不好意思 他让赵月儿给带个范儿 好 走吧 哥 咱值班哪儿啊 复委 是县城还是大城市啊 苏北啊就是江苏省的北部 就是长江以北的地方 怎么那么大个地方呢 那咱得去哪儿啊 这哥也说不上 反正咱们找准一个城市 就待下来 直到把大蒜卖完了 行 听你的 这哥俩打得太大了 愣是赶着驴车 就下江南 你说 这坑坑巴巴的 还不得走过千里路 别到时候打蒜米卖出去 把驴子给累死了 是 这哥俩到时候就当驴了 赵五 我发现你这嘴就是损 你就不怕人家一点好是吧 原来我老家就是这样啊 你从来没来过吗 没有 我爸我妈都没提起过 我已经没什么心情了 刘雅芳 你说刘一光看见我 会是什么表情 惊讶 肯定特别惊讶 我猜也是 她肯定做梦都没想到 我会来找她 是啊 上海到这儿多远呀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走那儿走了 走那儿走那儿 那儿啊 来 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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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们好 请问你知道刘一光家在哪儿吗 刘一光是刘一昆的爹 他们在那儿 跟我来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刘一昆 有人找你爹 谁呀 刘一昆 在那边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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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奶 男朋友的亲亲来了 男朋友的亲亲 伯母您好 您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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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我叫萧萧 您是刘一光的母亲吧 对啊 对啊 你是 你 你是那个萧老板的闺女吧 嗯 这是我大学同学刘一二 伯母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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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快坐 快坐 嗯 快坐 一昆的 快去 跟些伙伴出去玩去啊 来 我们来有会儿说 来来来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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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给我帮你坐 来来来 喝点水 喝点水 谢谢萧萧 你们是从上海来的 对 走了几天了 一天一夜的火车 还坐了趟汽车 哎呦 那么远了 嗯 快来 谢谢 喝水 累坏了吧 快多喝点水 嗯 还真可了呢 哎 你们是不是来找刘一光的 嗯 刘一光哥在哪呢 哎呀 真不巧 今天早晨呢 他和他弟弟就走了 到南方 去卖蒜去了 南方 嗯 南方哪啊 这个具体哪个地儿 俺也不知道 他就说是去南方 哎呦 你看看 你们大老远来的 他又不在啊 早一天来就好了 哎呦 闺女啊 哎呦 那你爹娘的身体都好吧 啊 挺好的 方家回家的时候 我爸还问起一光哥了呢 哎呦 俺呢 还想谢谢你爹呢 你说 多亏了你爹呀 要不然 俺还不知道 怎么通知一光回来呢 你这次回去啊 替俺呢好好谢谢他啊 伯母 要说谢 是 是应该我写一光哥才对 嘿 伯母 这两天学校放假 所以 我想过来看看他 免得 他把我给忘了 对了 我同学刘燕 老家也是这儿的 所以跟我一起来了 哦 哦 那 闺女啊 你的老家是哪个村的 哪个村的我倒不知道 我爸说是苍山县的 哎呦 那就是咱们这个县 你俩要是不急 那就在这儿啊 住上两天 俺呢 把月光的房子 给你们收拾出来 行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我们就住两天 好 那呀 俺就去收拾房子 你俩洗洗脸 帮我给你帮我 帮我帮我 能见到您真高兴 哥 哥 哥 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哥 那个 那个小姑娘 小姑娘来了 什么小姑娘 你疯疯癫癫的 哎呀 就是那个 那个 浙江的 南方女孩 小小 她 她怎么来了 哎呀 你没看错吧 是一块儿告诉汉塔 那也能有错呀 哎呦 坏了 她是不是来找咱们家算账呢 这这这怎么办呀 哎呀你慌什么呀 人家现在在刘玉光家呢 她不是来找我的 她不是来找我的 好像不是 那要是找你 还不得去派出所呀 哎 哎呀 这里的空气可真好 比城里新山多了 你这这家村子还熟悉吗 不熟 我当时啊被关在屋子里 也没出去走走 逃跑的时候也是晚上 只记得 这里有一片树林和一个山头 她现在 长什么样了 你应该上大学了吧 没看见 不过哥 咱可不能见她 她认识咱们 对对对 想想 走吧 咱回家吧 不行 咱 咱得绕着走 绕着走走 你等会儿 我还有个事 我还得跟魁叔说一声 要不你先回去吧 魁叔啊 那行 那你先回去了 好好好 你快点啊 好 咱们去那边看看 走 咱们去那边看看 看那上的光 真像 真好 是啊 你说这北方的农村 跟南方还真是不一样 好像什么都粗胖了很多 对 人也是 既朴实又好爽 你是在说刘玉光呗 什么呀 我在说这里的人 这里你只认识刘玉光 谁说的 还有那个买我的人 和她的妹妹 其实她们也挺朴实的 你说你要是碰到她们 还能认出来吗 不知道 应该 还认得出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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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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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儿 等会儿 神经少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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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快快 来 你来了 好 你看 看头啊 什么都看着头啊 谁都看着哪 用一手 对 用一手 对 好来 哥 你干什么呢 你拿一点石头啊 为了尿啊 挺漂亮的 看两个城里人似的 还是这样好啊 说什么呢 没事吧 幸好没嫁给我啊 好 给我啊 多好这姑娘啊 快快快快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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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来一次啊 一 二 三 一 二 七 一 二 七 守经守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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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什么啊哥 这么多船呢 也不知道去哪儿啊 往上走应该是到北京 往下走呢是到江苏浙江 也不知道坐船什么滋味 我还没坐过船呢 好 哥答应你 等咱们把这车算败了 赚了钱了 哥就想办法让你坐船 好不好 行是你说的啊 我保证了 咱这一路上跑了七八天了 这要去浙江上海 那还得多少天呢 靠毛驴肯定是到不了江苏浙江的 等将来咱们挣了钱再说吧 上次那个肖老板啊开卡车来的 跑得可快了 等咱挣了钱就买卡车吧 怎么着 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刚出来就叫苦嘛 叫苦啊 就是路上跑时间太长啊 第一次出来什么都新鲜 来 等你将来挣了钱 你就更想出来了 怎么样 吃吧 赶紧吃 吃完赶路 这车算你们的 对 是我们的 全是大蒜 对 全大蒜的 你们从哪儿来的 山洞沧山 卖大蒜呀 可不是 您想买大蒜哪 我不买 我要这是蒜 兄弟 我这就是做小本生意的 只有一车蒜 又不值几个钱 您干何必 别废罪批评 我要这是蒜 来 玩刀啊 玩刀就玩这么大的 你那小刀能干什么 干吗 吓唬我们呀 吓唬我们呀 吓唬你干什么呀 玩刀我在行 打架我哥在行 你想怎么玩吧 要么咱交个朋友 不打不相识 我今天还有事 明天再来 别走啊 接着啊 我们是苍山的 明明不错 有两下子 不过你胆子也够大的 他们人多 真打起来怎么办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咱要胆小了 就没了气势 要真打起来 也不怕他们 你从小那么能打 我再晃几些刀子 吓死他们 我算是知道 你这一年多在家 都干什么了 御编啊 我告诉你啊 到了泰州城 可不能动不动就掏刀子 小心招来公安 咱们是做买卖的 不能给自己惹麻烦 知道不 我从小你就跟我说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那是咱爹说的 咱娘说的话 你不记得吗 出门在外不容易 别给自己惹事 不过呢 他们今天要是 真的抢咱这算的话 我肯定是要动手的 肖肖啊 伯母 你看 俺们这农村呢 也没什么好东西 俺就装了一些 大枣花生 这些好放 你呀回去 带给你爹娘 不不不 您太客气了 这是俺的一点心意 你一定拿上 那好 那我就收下了 萌萌 等玉光大哥回来 你告诉他 我来过了 还有 我以后再来看他 他要是去了浙江 或者是上海 你就让他来找我 对了 这个 这是我的电话和学校的地址 你让他跟我联系 行 你放心 俺哪一定交给他 嗯 闺女啊 你看 以后要是想老家呢 就上这儿来 随时都可以来 嗯 伯伯这两天太麻烦您了 就是 你看看 你们这些大学生闺女啊 就是太客气了 下次来 就把这儿啊 当成自己的家 随便点吧 行 行 一坤 来 转过来 看看这是什么 哎呦 钢笔 拿着 嗯 快上学了 一定要好好学习 用钢笔的时候 就想起我了 知道吗 知道 那我送你们去车站吧 不用了伯母 我们自己走吧 您啊 还是多注意身体 多保证 哎哎哎 再见伯母 再见再见 再见一块 再见阿姨 叫大姐姐 大姐姐再见 哎 哎 再见 哎 路上小心啊 哎 行 伯母 那我们先走了 伯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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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笑 这一趟挺遗憾的吧 哎 哎 不过没关系 幸好找到他们家了 我相信啊 我们俩早晚有一天还会遇见你 是啊 哎 哎 你跟龙玉光 你们两个真的是好朋友吗 干嘛这么问我 什么表情啊 你还真当我傻呀 你看一块一叫你姐姐 你这眼神就暴露了吗 我我哪有啊 你怎么的呀 你个小妮子 哎 你不想活的脸啊 你死里不输出是不是啊 你又是死里不输出你啊 别吵 哎 哎 别看了 哎 他们谁啊 好像是城里的姑娘 哎 哎呀你别看了行吗 哎 谁呀 我告诉你啊 这是那个 竖两个小辫的那个 啊 嗯 就是阳哥 上次买的那个媳妇 又光哥救的那个女孩 哎 又光哥的命个真好 你慢点儿采员 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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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次 现在一提刘玉光 还心跳 哎哥 你这干什么呢 啊 研究科技呢 科技种田啊 啊 啊 就这几根破如梁 就可以了啊 啊 我这是在搭大棚 我上回不是跟你说了一条致富的路吗 就是这个 就这个呀 哎 搭个大棚就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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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 这上面啊 如果再铺上一层塑料婆婆 啊 到了冬天你想重什么就重什么 你想啊 这大冬天的你要去能吃上个新鲜蔬菜 哪得多贵啊 是不是啊 哎 哎 并且啊 这一年四季的 都能出东西 嘿嘿 那不就富起来了 真能这样 搭个大棚 冬天就能吃上蔬菜 那当然了 你以为我这个杂志白研究了 这里面全是科技啊 哥 你现在可真算半天正事 哎呀 不过啊 真要干起来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得需要钱呀 要多少 其实啊 也不多 大概 也得小一千吧 这么多呀 家里没有 有多少 你先给我吧 给了你 咱家下半年就别吃饭了 没有 哎呀 你还能想办法吗 你 那你说致富重要 还是吃饭重要啊 吃饭重要 吃饭重要 你呢 什么大棚啊 谁知道 在后面满月才能成功啊 不用废话 你给不给 给了你家里没饭吃 你不给拉倒 我自己借去 尽快满年 ayo 我roules 都行 哎呀 你咱这没声火呀 蔡云啊 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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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舒服呀 没事 就是有点累 那你歇着 俺去给你做饭 俺去做吧 你也累了一天 不用不用 还是你歇着吧 俺去给你做 你去做 行 你去做 别着急 俺不饿 俺想跟你说一句 掏心窝子的话行不 行啊 俺听着 俺呢 也已经嫁给你了 就是你们老曲家的媳妇 你是俺的男人 俺会好好地对你 好好地跟你过日子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俺跟刘玉光的事情 可是 你想让俺完全地忘掉刘玉光 俺一时半会儿 也做不到 不过说句心里话 俺和刘玉光 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也不可能跟她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你放心 你要是相信俺 咱往后 就好好地过日子 俺这一辈子 都好好照顾你 我相信你 你 俺就给你打一盆新莲水 好 这不是传书 也不是传情 更不是神话 也不是在梦里 这天地里有哭 这天地里有泪 这天地里有欢乐 梦里心中陶醉 是我们的农民 兄弟 风 擦个脸 彩云啊 这会儿 也知道心疼自己男人了 一归啊 你可有福了啊 你都托表哥的福 表哥 一会儿在这儿吃饭吧 不不不 我一会儿就走 我跟一归说两句话 看你们小两口过得恩恩爱爱的 我这心里还还挺嫉妒啊 好 那你们慢慢聊 我去做饭 好好好 你忙着 来 大哥 喝水 真好啊 有福啊 有福啊 一会儿 我就搞不懂这女人 你说当时吧 死都不肯嫁给你 现在嫁给你了 这不对你也挺好的吗 真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啊 嫁个木板背着走啊 表哥真会说话 表哥 你不是这儿有事吗 什么事 为你借点钱 借多少钱啊 十块钱啊 哎呀 快打造了 一千 多少啊 哎呀 你是咱们村有了名的有钱的 又卖菠菜又卖蒜的 一千块钱 你还拿不出来啊 我的天啊 你以为还抢钱的呀 你开口就说一千 那 你借这钱干什么事啊 我准备干着正事 我想搞科技种田 买点设备用 小哥 俺真没钱借给你 你想想 俺刚跟彩云结婚 又给彩云爹 跌了那么多医药费 咱俩还得过日子 哪有钱借给你啊 你不想借就直说 别乖乖摸角的 不是 俺是真没钱借给你 一会儿 你想想啊 当初为了让俺表妹嫁给你 我给你出了多大的力啊 啊 现在轮到我求你办点事了 啊 怎么着 过河菜桥啊 表哥 不是 俺要有钱 俺就借给你了 再说 当初 你过到彩云嫁给俺这事 你没自信啊 你都有数 别把这层窗户支筒破了 你说什么浴卦 你再说一遍 我算是瞎了眼了 你不见拉倒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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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怎么了 他说赵月月在家做好饭啊 他回去吃 真是个网为负义的东西啊 你个小人你 生气了哥 钱没借着 钱没借着 许一贵啊 他看那个钱比他亲娘子都得借 你找许一贵借啊 那你不是自己往钉子上撞吗 哎呀 哥 咱们家的钱真的不能动 咱们还是想办法借 能借多少是多少 俺帮你借 没啊 没啊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 你到现在一件正事都没干成过 我本来丑的啊 觉得这个弄这个大棚能行 你说人家东北那边都弄成功了 咱怎么就弄不成呢 当初我要不花那个钱买媳妇 现在什么钱都有了 哥哥 那后悔的事情就别想了 俺觉得你的想法挺好的 俺支持你 想分法借呗 来 风通四方客 广通八面通 里面 这也里面 哥哥 睡了一路都彻底了 今晚能住住客店吗 实在着不着劲了 真想用热水泡泡酒 行 那今晚就在这住一宿吧 要不咱把咱家 这最值钱的木头给卖了吧 什么 你说什么你 我跟你说啊 见着不行 哥 不行就不行吧 你抄抄啥呀 俺知道 你们男人面子浅 那俺帮你去借 不是我抄抄 妹 这些木材 是咱娘留给你做嫁妆的 你不能动 咱娘临终的时候啊 跟我说啊 你就是再难 这些木材你都不能动 我都答应咱娘了 不行不行 不能动 哥不能再犯那个魂了 好 你们二位是那个打街呢 还是住店啊 住店 什么价格啊 你这驴也住吧 那可不是 人 两块 驴 八块 你说反了吧 这驴的钱哪比人多呢 我一看你们俩就是投资住店了 你这 你这驴得住我马棚啊 在这儿说了又得喂料又得喝水 光吃水就顶四五个人哪 你在这儿说了 我才收你们一个半人的钱 算算我还亏着了 这样算倒还合理 可就是听上去怪别扭的 那您看我这货还有车 搁哪儿呢 跟这驴放一起呗 那 那能安全吗 那这就不好说了 在这儿说你这一大车算的 也没法搁房间哪 算啊 算啊 老板娘 什么事啊 什么问题了 他们为这测蒜 放兰热安全不安全 算啊 兄弟 你们是苍杀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啊 老乡 谁跟你是老乡啊 我认得这蒜 我告诉你们 我特爱吃蒜 尤其是你们苍杀的四六瓣 年味辣正 还有股绵绵的香味呢 师母 你们看 一瞧这蒜就新鲜 老板娘 您可真是个十蒜的人哪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您拿着 这是从我们地头拉过来的 新鲜着呢 尝着尝着吧 你们山东人啊 就是好爽 行 我收着啊 来 兄弟 不过呀 这蒜我也不能白收 这么着吧 这店钱呀 就不收了 哪哪多不合适啊 别着急呢 来 兄弟兄弟 不用不用 够了够了 真够了 拿去 你们还不晓得吧 我们这镇场大蒜 都卖一块五一斤 你给的这些 我还赚呢 一块五一斤呢 这么贵啊 零卖一块五 批发都要一块呢 我昨天刚买过 估计要进到城里啊 得更贵 对 哥 发了发了 咱这次发了 可不是吧 那个老板娘 最欠你 拿着一斤呢 拿着 拿着 真不用 拿着 我问一下 您听我说话 这个算的 咱们收哪儿啊 您说这算是吧 对 您放心 我那边有间库房 车是放不下 你们把算系的里面 倒是可以 明天早天辛苦点 再装上 库房代所 放心啊 行 您添麻烦了啊 谢谢你啊老板娘 你可真是个好人 李明 李明 那热水来了 泡脚 怎么了 小猫起个泡股 可能破了 泡啊 别动别动 让哥来看 一一一 手疯 没有得轻一点 让你哥来 哎 行 我这个哇塞 有没有真够臭的鱼 没 满 疼不疼啊 还行 你这脚还不能沾水 哥给你洗啊 我自己来吧 不好意思啊 我告诉你 你小的时候 都是哥给你洗脚的 来 别动 哥给你擦了 你谁 老板 你给你洗脚 我们洗脚 你不不不太 可以的 我要洗脚 你洗脚 我又要洗脚 你不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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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还没睡呢 哥 你还没睡呢 不 没呢 快了 哥 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 就是能泡个脚 有床本睡 就是幸福 这大哥 这都睡了 你少抽点行吗 不抽我睡不着 僵硬点吧 你抽得跟个烟囱似的 我也没法睡啊 要不你出去抽完啊 再进来 你小子 还能轮到你管我 我就在那儿抽了 怎么 嫌呛啊 住大宾馆去 一个人一个房间 还能洗澡呢 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 这位大哥 你看住在这儿的人 都是白天干了一天活 挺累的 挺辛苦的 你也不容易 大家互相担待这点吧 你也早点睡觉 明明 躺下 睡 这小子说话还中听 睡觉 你都装好了 你怎么也不叫我呢 白天都是你赶车累着了 哥想让你多睡会儿 咱们早点出发 早点卖掉 走 哥 你真英明 还是这个地方价钱好啊 多亏没在家卖掉 这个地方真好啊 哎 四二 等会儿把那里袋子往这弄一下啊 哦 好嘞 好嘞 四二 那两个弟兄呢 我刚才看见装车走了 走啦 他们应该不会进城了吧 这驴车难道进得了城啊 瞧瞧城里人 八成没见过毛驴 都看着咋呢 是我 英明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驴车就停这儿吧 我 我去问问菜市场 别乱走啊 好好好 来 停过去 走 同志 警察同志 你好 这驴车是你的吗 是啊 是谁让你把驴车拉进城的 没人说毛驴不能进城啊 路口 路口立折不能让家出拉着车进城的标志 你没看见 没看见 那好 赶紧把驴车拉出城 再罚款二十元 还得罚款呢 警察同志 你看这 这毛驴都进来了 你就让咱待一天呗 明天保证不进来了 真的 保证不进来了 不行 这是规定 你这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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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驴怎么吃起草来了 快出来 快出来 这驴不吃草吃什么 城里人大惊小怪的 这里是公共绿地 不就是点城里的草吗 有什么不能吃的 你这人怎么跟你讲不清道理 赶紧把驴 拉到马驴对面去 是 你怎么把驴拉到马驴中间来 这 你这怎么搞的 我有什么办法啊 这这驴饭就居然来他不走 我能怎么办呀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欺负人吗 警察同志 这怎么回事啊 你是谁 我 我是他哥 玉鸣 怎么公安也来了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你问他 你们违反了三项规定 第一 拉驴车进城 第二 捕坏公共绿地 第三 扰乱家中秩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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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快走 快走啊 下次注意啊 下次注意啊 大哥 请问一下您这大蒜多少斤一斤呢 您那是哪里蒜 山东苍山的 苍山的 啊 苍山算好啊 你看 我这是本地产的 一块三一斤 哦 我看 您这个卖一块五六 差不多 我跟您商量个事吧 您看我这一车的蒜 批发给您的话要吗 价格便宜我都要 那九毛行不 九毛 好啊 行 都用了 老娘 你今天不错嘛 都卖光了 多亏您这小推车了 这个放那儿也没有用 正好派个用场嘛 怎么着您自己扫地啊 伙计呢 我们是小本生意 我是老板 也是伙计 来来来 我来 不用不用 兄弟 不用 我看人很准的 你啊 出准能成事 我就是这农民 您高看我啦 农民怎么了 农民城里人都一个样 还不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 关键是敢不敢做 吃不吃得了苦 还有这脑子灵不灵活 好 我看你啊 谢谢能行 好 谢谢您的吉言哪 老板家 跟您商量个事 您说 我这驴子可能要在这儿 多待上两天 没问题 真没想到 在家到处都可以跑的驴子 在这儿给我惹了这么大的一货 成礼嘛 规矩多 你既经过这事啊 你就能长大些了 彩云 彩云 快 月儿 进屋说 橘棍在吗 在啊 那咱就外面说吧 外面说 走 他为什么不借钱给表哥呀 瞿棍那人 一提钱跟要他命似的 彩云 俺这么说 你可别不高兴啊 没不高兴 他就是那样的人 月儿 那你的意思 是想让俺帮你借 嗯 俺觉得只有你能借出来了 行 俺试试看 他看钱看得可紧着呢 俺想办法吧 哎 郁光哥的事还没想明白 哎 想是想明白了 就是 心里这个坎过不去 哎 算了月儿 俺不跟你说了 俺去做饭去了 哎 那俺等你消息啊 啊 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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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